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操盘战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操盘战将 昨天NASDA 昨天NASDA涨了198点 你看到NASDA在创了波段新高改写记录 你觉得道琼道三万点很难吗 你真的觉得道琼道三万点很难吗 我们等一下再来到股票了 不急了慢慢来 我们先讲盘 我们先讲趋势 我们先讲美国股市 因为我一定要把我看那东西跟你讲 总不能一开始我又跟你讲股票 我的股票涨停摆 我的股票大涨 我的股票创新高 我们又赚了一倍两倍 等一下啦 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 先讲趋势 先搞定方向 我们再来聊更深入的东西好不好 道琼 你知道最近有人我听到一些说法是说 美国川普不是要选举吗 11月 那在11月之前的总统大选这段期间 今天8月27号 9月10月大概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 各位 美国股市会不会有10月大惊奇 因为有人讲嘛 有人说川普在10月份可能会有大惊奇 他想要逆转他的民调的劣势 现在民调落后拜登嘛 所以各家媒体在讲说 川普会不会在10月份放大绝 出绝招 10月大惊奇 各位 我不care 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美国的道琼指数 在10月份 会不会来个大惊奇 如果我说对了 美国股市在10月份 甚至提前到9月 旌旗开始之旅的话 各位 那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呢 我跟你讲 我不是在跟你画大饼 讲一个好像遥不可及的梦 我不是在画梦 我也不是在说故事 我是真凭实据 我把我知道的 我看到的 我跟你说 因为我一定要跟你讲说 未来方向 因为我怕你现在看错了 你做错方向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方向在哪里 老师凭什么 证据在哪里 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美国股市会这么好 因为我从他GDP里面的消费 跟投资这块来看 我看到投资这块 不错 消费这块也很好 那就业这块也不错 那这样的话 在疫情的还蛮严峻的状况底下 美国的一些数字 经济数字还有这样的表现 真的是不错 真的是不错 既然如此的话 各位 最新的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 强坦 创下一年半的新高 那美国的景气 没有像大家所想的这么悲观嘛 不是吗 要不然NASDA为什么昨天又再创波段新高 道琼也在涨啊 来到28331点 离3万点不远啊 3万点快看到啦 那你就要看技术面有败比吗 没有啊 NASDA也是啊 有败比吗 没有啊 我没看到啊 那个费城半导体有没有 没有啊 S&P500呢 也没有啊 既然如此 这个为什么不可能 我问你 这为什么不可能 所以嘛 你看到昨天美国新屋销售率大增 14年来最佳 老师疯了 神经病怎么可能 这数字是不是搞错了啊 14年最佳 失业蛮 不是很多人在领事业救济金吗 疫情不是很严重 有些人还要封州 封城 奇怪 西屋销售大增 我跟你讲这不是假数字啊 这真的啊 这是真的 各位 你眼睛没有看错 你再看一下美国 北美半导体的设备出货 还创下两人的新高 所以这个景气 真的在加速扩张 你说盗犬会不会到3万 各位 如果到这个数字 不可能吗 美国股市上面没什么太大压力 美国股市上面没什么压力 没什么天花板 好 我先把美国的景气先跟你讲 那台湾的 台湾的 这是我们台经院 昨天讲的 我们的制造业服务业 营建业 全部大幅走靠 你看那个线 用喷的 好像紧喷的方式 有没有 紧喷啊 喷出 再看我们的零售业 不错哦 再看我们的工业生产指数 史上第三高 外销订单呢 又最强 连五红 真的啊 连五红啊 各位 连五红会怎么样 各位上次的六月外销订单 连四红的时候 连四红的时候 结果我们七月出口 很棒 上市贵七月营收 也很棒 那我们八月的出口 今天八月二十七号 我们八月出口会怎么样 我们八月的上市贵营收会怎么样 我这样分析有逻辑吧 你应该可以接受吧 可以吗 那你再看资金面 如果景气加资金都没问题的话 各位 再看到我们最有影响力的外资 喊台积电说536 台积电 536 今天来到444 各位 如果他说到536 不要说536 如果他真的到500 他真的到500的话 所以现在你要做什么事 做多吗 但你一定会跟我 你一定会反驳我 你一定会跟我讲 不是 老师今天 我们大盘是收黑 下跌35点 上跪是这样 上市是这样 老师我们开高走低 有人是不是趁美国股市 昨天上涨的时候 然后今天做一些调节 答对了 没有错啊 不然呢 各位 台北股市连涨几天了 你看一下 1234 今天第5天 如果今天再涨的话 在第5天了 涨到这边了 反弹到这边了 你不卖 傻瓜也会卖一些出去吧 会不会 会啊 怎么不会 卖没有关系 重点是趋势反转了没有 没有嘛 还是一样嘛 还是我所讲的嘛 没有变嘛 这边这边 没有变嘛 还是一样啊 不是吗 对不对 一样嘛 等到突破再说 等到突破我再来修改 我再来讲出新的看法 现在还没有嘛 还没有就是这样啊 就是我所说的嘛 个股标翻天 各位指数在走区间 股票才是重点啦 股票 我昨天在讲 我今天很多人来问耶 盘中的时候 打电话来问 老师 你昨天跟我们讲 讲那个大户的生计标股 大户的生计标股 很多人开始在猜了 老师 是不是这一支啊 你是不是重复送 今天很多电子股开高走低 老师 你是不是送 重复再送 是不是 是吗 还是承德 1123的承德 讲到承德 还完全值 我很想 我很想讲 我很想讲一些 可是我昨天跟各位讲说 走主身段 生计股 某些生计股要走主身段 我马上接到 接到什么 接到电话 我马上接到电话 秦俊俊 不要讲太多 不要讲太多 不要让市场上的投资人 提早准备 有所准备 不要讲太多 不要说太多 104了 我要配合一下 所以我不讲太多 我只想跟各位讲 各位 来拿清俊的资料 我知道你看我节目 你也看别人节目 你也在拿别人的资料 你也在看别人 在讲什么股票 可是 人家的股票 有我的抢吗 我知道一些最近 比如说从中国回来的 先前到中国发展 有些分析师回来了 不知道在中国混不下去 还是怎么样 回来台北股市了 重新再解盘 然后之前消失好几个月 甚至消失一两年的那一种 没有在电视荧光幕出现 都回来了 好 OK 都回来了 OK 可以 可以 那我就在想 那你这阵子 你们这阵子在推荐什么股票 你们这阵子在讲什么股票 我有在看 各位我跟你一样 我跟你一样 我跟你一样 我也拿着遥控器在转 我也在看 我也很好奇 我也想听听看 你们在讲什么 你们在所谓什么控盘软体 什么系统的 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你们这一波 有没有赚到像我这样的股票 我也很好奇 说实在 我也很好奇 我也很好奇 可是 我说实在 如果我是投资人 我不是分析师 我卸下分析师的职务 我是专心做一个快乐的投资人 我说实在的 我不会看他们节目 我更不要讲说参加他们的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股票好弱 你们在干嘛 资本价差 在做什么 价差操作 赚个5% 10%而已 我不赚那种5% 10%的 各位 我要赚就赚大的 我要赚大的 我要赚波段的 你等着看 可是前提是 前提是我的资料你要来拿 你要来拿 各位 如果那天你有来拿 8月19号那天你有来拿 这支股票 涨停新黑马三 这支股票 涨停板 我跟你讲 我还看到一些人 拿一张写抠讯的单子 出来跟各位念 9点56分 我10点印下来 就算你当天要给大家 给观众 麻烦一下嘛 当天的江波图 印下来给我们看一下嘛 这样我们有所欲据啊 当天的股价到底是多少钱 走势是如何 这样你隔天去买的时候 对啊 你会有依据啊 最好你每天印下来给大家看嘛 我要老师跌下来了 奇怪 我就觉得说有些分析师真的是很偷懒 都不印 奇怪 你知道那天 20号 那天跌416点 跌下来 我要老师 不领了 你不是说涨停新黑马三 没有啊 没有啊 有啦 后来有啦 26号 来了 昨天来了 老师 为什么没有开 因为成本还不够啊 离成本还不够远 各位 今天 两根了 没有看错的话 我不要等到第三根 今天第二根就可以开了 来 你来要的 你来拿的 各位 我都让你看 我都让你看 没有问题 因为我不像其他人 我不像其他人 这是我的风格 这是我的style 有些人说老师 你不要那么高竿嘛 干嘛那么麻烦呢 可是我当天公开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 这是我给你们的 我请你们来拿的 然后我每天都资料都不印下来 你觉得是真的还假的啊 要做生计股 我跟你讲 我再讲一次 各位 某些生计股要走主身段了 要走主身段了 你信不信 我不要管人家 给我下的风口令 我不管啊 我就是要讲 你慢慢看 九月十月你等着看 你等着看 当然信不信有你啊 就像我现在跟你讲 这支股票一样 这支 各位 叫做紧噴心黑嘛 惊人的目标价 不要预设立场 或有多少根涨停板 各位 我常常在讲 来拿清讯的资料 喷定了 这支 喷定了 真的会喷吗 真的会喷吗 还记得前天 我跟各位讲这支 用喷的 8月25号 给你的 用喷的 用喷的涨停标股 这支股票 涨停 8月25号 9点01分 我04分印下来 收碗盘 还好 成本附近 25号给大家 各位来拿 来拿 26号你们去买 你们都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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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号你们买在这里 还有人来问 叠下来的时候 还有人来问说 老师开 好像叠下来 好像不怎么样 还好我们服务员跟他讲说 老师叫你买 你就买 你拿到资料的 你就去买 不要客气 真的相信老师 又会用喷的 坏用喷的 老师没有涨停板 昨天没涨停 我跟你讲 这就是清俊的风格 我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我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各位 这一支 紧喷心黑 利西亚不用播了 来不及了 这一档 要让你一次 就变成有钱人 一次给你好的啊 你觉得我的话大饼 对不对 你觉得我讲话很夸张 对不对 真的吗 你确定吗 各位你看一下 这一支叫原钢 原钢 各位 原钢跟原斩的赢家联手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今天的原钢长这样 今天的原斩长这样 各位 我告诉你 不要买了 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不要再买了 这样够意思吧 我讲的够白了 我真的对你很好 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买了 不要再追了 这样你有听我的意思吗 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买了 不要再追了 原钢这一波287% 原斩这一波283% 现在联手的这一支股票 有没有震撼 这还不是最震撼的 震撼的是什么 是你们对这支股票的一个 一个未知的消息 一个未知的情报 各位 惊人的目标价 全部认同 我也认同 我也认同 为何不 Why not 当然可以啊 这个价位 有何不可 各位啊 原钢 原斩 有何不可 这个目标价位 为什么 我跟你讲 你现在打电话进来 我电话告诉你 我正在跟你说 这个国表是什么 你现在打电话来 来 你看 你打电话来 我在电话告诉你 不要传真机 今天都不用传真 不用传真机 不用传真的啦 打电话来 我电话跟你讲完 挂掉电话就好了 好不好 大家节省时间 各位 这支股票 你不要预设会有多少根涨停板 我跟你讲 喷定了 喷到吓死你 喷到你不敢买 喷到你难以下手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说 再加码买单 我跟你讲 这支股票 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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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噴心黑 这支股票 各位 九月份 看他表演了啦 九月份 看他表演了啦 我再讲一次喔 各位 圆展 圆钢 今天都涨喔 不要买了啦 不要买了 不要再追了喔 我有讲喔 我有讲 你不要说 是不是我没有听到 我又跟你讲喔 今天8月27号 我有讲喔 我先讲喔 圆钢 圆展 各位 不要再买 不要再追 这个已经不适合你了啦 我跟你讲 真的啦 要么就买这支 最新的 各位 圆钢跟圆展 赢家联手的这支股票 一档 一次 就让你变成有钱人 各位 不要预设立场 会有多少根涨停板 相信清俊 紧噴心黑 打电话进来 我电话告诉你讲 我电话告诉你 这支股票的股名跟代号 好不好 再够一次喔 紧噴心黑嘛 各位 不用客气 不要客气 一通电话 一通电话 这个就是你的 真的吗 可以啊 你也等我公开啊 各位 不要等那么多啦 打电话进来 这支股票 送给你 进广告 台北股市自立救济方案 888 买一送一再加一 让你获得最大的资源 成就最大的获利 支付专线 雅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台北股市自立救济方案 888 买一送一再加一 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 成就最大的获利 支付专线 02-8512 好 台风来除水被凉 我已备好防台用品 若遇保命 过去海边关潮及和边陷水 要像驱员 都经蜜罗张艺组区之论 还要确保高局排管畅通 避免淤塞淹水 还要赶紧收拾花盆 固定门窗招牌 李兄 你防台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是啊 这下化的台风再大 咱们也不怕啦 防台出业准备好 远离在那免烦恼 超盘战将 各位啊 这一张啊 最精华的 就是这一句话 圆刚跟圆斩 最精华就是这一句话 想想看 这一波的圆刚 后面的力量 后面的买盘 加上圆斩 各位啊 那你觉得这一只 这一只多少 多少 会有多少 我不知道 不要来问我 我不晓得 我只知道 这一波圆刚 狂飙287% 圆斩 狂飙283% 各位 都接近三倍的 这样的买盘 这样的实力 这样的手法 这样的拉台 这样的力量 现在这两个 会不会喷 会不会喷 我跟你讲 喷定了 你不要预设立场 会有多少跟掌凌板 上面没什么天花板 我直接这样讲 没什么天花板 这一档 要让你一次 就变成有钱人 想当有钱人的 这一档 你来拿 我电话告诉你 好不好 我电话跟你讲 这一只股票的股名跟代号 紧喷 新黑马 来电 送给你 每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正月 感谢观看